在敌人的折磨下 15岁的刘胡兰仍然没有供出我军的行踪 最终用炸刀活活的杀害了他 我军一直在暗中调查背叛刘胡兰的凶手 最终将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石武泽的人 当时敌人在袭击云州西村之前 他就已经将他们出卖了 在敌人审讯的时候 石武泽直接将刘胡兰供出 随后政府就直接命人将石武泽抓获 但是他坚决不承认出卖刘胡兰 不过后来经过多方的检举 最终石武泽承认了罪行 但同时也供出了其他同伙 在石武泽被执行枪击的时候 说明了原因 原来就在当时刘胡兰认他为地点主任 但是看他的能力不够 于是就找了一位更强的人代替 最后因为生气才将他告诉敌人 最终法院判定所有出卖刘胡兰的凶手 全部处于死刑 那些为国牺牲的英雄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也正是有了这些英雄 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在今天生存的 更加的绚烂 就是在这些人的庇护之下 人民才能够更为安全的安居乐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对此牛强的看法呢 欢迎下帮朋友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